嗨,大家好,我是洛,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有看到我旁邊伊朵拉古的Aesop香水嗎? 今天呢,就想說要來好好的介紹一下這十支香水 包含Aesop的香水歷史,然後我自己對於這十支不同香水的感覺 以及Aesop的未來 正式開始之前要先來消毒一下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只是一個小小的Aesop愛好者而已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直觀還有個人主觀的一些想法 如果今天講了哪一支是我比較不喜歡 但是是你很喜歡的也沒關係 大家有大家的喜好好嗎? 記得點贊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再轉發給你的朋友們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吧 時至今日呢,Aesop目前是有十款的香水 那最早最早可以從2011年開始 他們那時候就有想要推出香水 但是後來那支香水應該是沒有大量的生產 到了2005年呢,馬拉克什也就是Aesop的第一支香水正式推出 但那時候的馬拉克什跟現在我們大家可以買到的版本的成份應該是不太一樣 接下來時間來到2006年 有一支叫做米斯特拉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包裝的一款香水 那個也是出了一陣子之後呢,就沒有再繼續出了 米斯特拉停止生產之後呢,時間來到2012年 品牌和法國調香師巴納貝詠開始合作 再來到了2014年 以當初2005年的馬拉克什為原型 推出了全新的馬拉克什富裕香水 那在開始介紹他之前呢,先來講一下所有香水的外觀 他們統一呢,都是這樣子的 棕色瓶聲簡單的黑色蓋子 黑色噴頭 在滴管上也沒有特別做一些隱形滴管的設計 有一些品牌會做隱形滴管 那這個滴管是看得清楚的 比較特別的事情是他在品牌的名稱還有產品名稱 印刷上面呢,都一樣踩著品牌的精神 就是靠左對齊 那這10款香水呢,都是淡香水 我們現在市面上看到的香水呢 其實算是香水類的統稱 按照每一瓶裡面,香精的比例呢 會有不同的分類 像淡香水裡面就大概是有10到20%的香精 今天這一集呢,就會按照Eso這些香水的發布年份開始講起 最一開始呢,就是剛剛已經說的馬拉克什 除了馬拉克什之外呢,它和霧香水還有赤香水 算是Eso香水裡面的三大巨頭 對而言就是三大經典 那我們就從馬拉克什開始說起吧 馬拉克什富裕香水呢,並不是我第一支接觸的Eso香水 但卻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支 我第一次聞到它的時候呢,它就給我一種非常不傳統的那種花香味 從它的名字裡面就可以得知出來 馬拉克什就在摩洛哥 然後就很有沙漠的感覺 然後也有辛香料 也有一層神秘的面紗 它實際聞起來呢,其實是有一種東方的木質調 但是它融合了非常大量的花香 裡面有埃及茉莉,然後佛手乾,還有橙花 橙花就會帶來一點比較明亮的感覺 對我而言呢,這款香水算是一個非典型的香氣 就不是以前會聞到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這款香水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感受它 就是你噴下去之後 你可能第一次不會喜歡,第二次不會喜歡 第三次你才會真正明白 噢,這個香水香在哪裡 但同樣也有可能會造成喜好非常分明的狀況 就是不喜歡的人可能就真的很不喜歡 它比較沒有在一個中間之裡面 那對我來說呢 這一瓶香水的吃香度很好 然後我喜好程度呢 我可以給到五顆星吧 它算是我Eso香水裡面的最愛 也是我會一直一直回購的款式 那它和其他兩大巨頭 霧還有赤都有推出100毫升的容量 更特別的是馬拉克10 有自己單獨推出10毫升的香精版本 第二款香水是Tescent 它是在2015年推出的霧香水 我覺得這款香水應該是品牌最最最受歡迎的 也可能是大家第一次接觸Esoc的香水的時候 會最先接觸到的香味 我覺得它的香氣非常非常的Esoc 什麼樣叫做非常的Esoc 就是你走進去店裡面 給你的那個香氣的那種很直觀很草本很清新 然後很帶有一點點文藝的感覺 就是它 然後它也是非常熱賣的款式 那它的名字Tescent 中文翻成霧 體霧的霧 我覺得也是翻譯的蠻巧妙 因為Tescent本身是不明言不明說的意思 就原來很像是這款的味道 你必須實際噴在身上之後 你才有辦法體霧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最原始的概念呢它是希望可以打造出一款有著傳統古龍水般的清新感的香氣 裡面呢有炎藍草會帶來非常舒服的那種草味 另外也有日本香城還有羅勒 所以整體而言是很清新的 我覺得霧香水呢非常適合推薦給想要試試看Esoc香水的人使用 本身對於Esoc會有一個想像有一個image 那就是它就會是霧的味道 但是它對我個人的喜好程度大概是3.5顆星 以前它都有4顆星 但後來就覺得太多人用了 那我最近就是先把它放方便 因為想說不要走在路上跟別人一樣 但是它真的是一款很適合入門的Eso香水 三大巨頭的最後一位呢是2017年的赤香水 我真的蠻喜歡赤香水的 對我來說如果第一直覺沒有選霧香水的人 可能就會選赤香水 赤香水也是法國調香師巴那北菲永的作品 它當初在創造這個香味的時候 腦袋裡面在想的是日本的古老森林 赤香水在第一時間給我的感覺呢 是一股濃烈的煙燻味帶有一點辛香調 但它同時呢又有那種溫暖的木質調 又帶有Eso的那種草味 它整個是融合在一起的 它裡面有個比較特別的原物料叫做乳香 乳香呢它是一種香味樹脂 反正它就是從植物裡面萃取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呢有人說是天堂的味道 天生就帶著木質果香還有辛香料這三種 它同時可以帶給人一種沉穩然後安撫身心靈的作用 所以這一款我也是蠻推薦的 我個人的喜好指數那個有四顆星 也是會持續回購的款式 第四款香水是在2020年打造出來的 Rosu複香水 在2020年當初一推出來 然後我聞到它的時候 其實我是蠻被嚇到的 因為對於這個三巨頭呢 已經有非常強烈的既定印象 所以我想覺得Aesop香水應該會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它呢 它是濃郁的玫瑰味 所以就是完完全全打破了我對Aesop香水的印象 它雖然是滿滿的玫瑰 但是在細細的聞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沒錯沒錯 這會是Aesop做出來的味道 它一樣是班阿貝調香師所打造出來的香氣 為什麼我覺得它能在滿滿的玫瑰香味當中 又帶出很Aesop的感覺 就是因為調香師它用了紫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紫酥 就是入口之後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 Rosu裡面就是有這個特別的香氣 那它另外同時帶有粉紅胡椒 所以又多了一點點的辛香感 那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有看到有人寫說這個味道呢 很像是焚香之後的遺跡 我覺得形容得太棒了 它真的有那種 當你走進去一個空間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空間之前是有人燒香的 的那種殘留下來的味道 很舒服 那我覺得它的持香度也算還不錯 我個人對它的喜好大概是3.5顆星 因為花香吊本來就不是我的最愛 在介紹完這四款香水之後 時間來到2021年 這一年呢 品牌開啟了一個虛實之境的計畫 這個計畫呢 總共推出六款香水 意思就是說 除了剛剛介紹的那四款之外 其他六支香水都是虛實之境裡面的作品 虛實之境全系列六支作品 一樣由法國調香師巴納貝所打造 那它想要打造非傳統香水 對它來說虛實之境代表什麼呢 代表氣味這個東西 是可以透過空氣 透過肌膚 透過織品傳遞 這樣的一個概念 非常的真實 同時它又是虛構的 模糊了時間跟空間的想像 第一篇章裡面總共有三支 三支都是木質大地調 同時包含了三個意象 那我們就從第一支 開始說 它代表的意象呢 是浪傳 它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啊 是一種不安分的木質調 怎麼樣叫不安分木質調 我覺得它的這個木質調 有在來回 來來回回的給予不同的層次 很像是海浪在來回白蕩一樣 那同時又有熏香的感覺 另外它有透過眼玫瑰呢 來表現出很像是海上的船的那種 舊木頭或者是舊木桶的那種味道 整體帶給我非常非常溫暖的感覺 但我只有給Miracety三顆星 純粹是我個人對於這一款香味 沒有什麼太大的心裡面的連結 第二支呢 叫做Karst 克斯特 代表的是彼岸 岸邊 這一支香水是 整個虛實篇章當中 我的最愛最愛最愛 我第一次聞到它我就非常的迷戀 我覺得它帶給我一種 我這邊的筆記是寫 複雜 但又簡單 你聞起來你會覺得它有很多不同層次的香味在裡面 然後又知道說它放了很多東西 但是不會給人那種很有負擔很有壓力的味道 它純粹有一個很簡單的感覺 又可以從它的那個微微的礦物氣息當中感受到木質調 然後辛香調 還有乾淨的煙燻調 同時它也是很有草味 那它這個草味來自香草 小茴香彈香 這款克斯特呢 會帶給人一種舒服的香 是非常有氣質的那種 但是它又帶有一點個性 我覺得這個是它讓我很喜歡的點 就是你說要複雜它是很複雜 但是它也可以很簡單 舒服它是很舒服 但它同時又帶有不少它自己的個性 所以這個克斯特呢 我個人是4.5克星非常高的評價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這一關 第一篇章的最後一個呢 是Iremia 它對應的關鍵字呢 是荒淨 Iremia 在第一當下聞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不是甜甜的 好像是Esof所有的香水裡面 比較少見的那種甜甜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這個甜呢 也不是典型的甜 是來自那種柑橘的那種明亮的感覺 其中它有加入苔藓 還有花的香氣 對我而言 Iremia呢 它是那種帶有大地氣息的 但是 它是明亮的大地 我比較沒有感受到 它的對應關鍵字 黃金 對我而言它沒有那麼的 黃 因為一開始的那個甜 其實 讓我感覺是 還蠻有希望的 所以這個呢 我給三顆星 2022年虛實之境的第二個篇章 第一支香水呢 是愛迪西斯 他的靈感來源呢 取自於希臘神話當中的美男子 叫做Narcissus 傳說中呢 Narcissus是世界上被公認最俊美 最好看的男生 但他的人生當中有一個大忌 就是他千萬不能看到自己的容貌 如果他不幸的看到他自己的容貌呢 那事情就大條了 愛迪西斯 就是以這樣子的一個神話故事 達到出很夢幻 然後又有森林的感覺 又有水的感覺 同時又有一面鏡子的這樣子 很模糊的空間 它整體呢 是一個非常明亮的木質調 我覺得很適合給 還沒有嘗試過木質調的人 嘗試看看 同時他用了 我剛剛說了一個叫做乳香的原物料呢 貫穿整體 我一直都很喜歡乳香帶給我的那種 沉穩安定的感覺 他同時還搭配了苦橙啊 黑胡椒啊 還有花 最後又加入了雪松小茴香 所以他既有辛香調又有木質 一樣有加入鹽藍草 鹽藍草就讓整體的香氣呢 有我說的那種 ESOP的綠液的那種草味 最後最後他又加入了一點點色香 所以色香 大家本來就知道色香很常運用在香味裡面 他總是能帶給人一種吸引力 我覺得他放在最後呢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衡 我個人是蠻喜歡愛迪西斯這支作品 我覺得他蠻讚的 因為他同時有ESOP的基調 又因為有加入別的材料 比如說像是色香這樣子的材料 所以他賦予了ESOP香水有一個新的面貌 喜歡明亮木質調的人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個人會給他四顆愛心 倒數第二支叫做GLOME 格歐木 那GLOME給我的感覺是 他有很明顯非常非常明顯的新香調 然後搭配著大量的花香 格歐木呢 是ESOP香水裡面的第一支花香調作品 就是前中後調 全部都有花香 運用了像是有金和歡 翻紅花 鴛尾花等等 大量不同的花材 打造出不同的層次 他就是這樣子透過時間 體溫 然後會有不同的層次顯現出來 調香師有說 對於他而言打造格歐木的困難呢 是他想要打造出一款不要太強烈的花香調的全花香調作品 所以他運用了小豆蔻放在最開頭 所以我剛才有說他最開頭有一個很明顯很明顯的新香調 剛好我沒有這麼迷戀小豆蔻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作品是所有裡面 相對來說我沒有那麼喜歡的作品 最後一支呢 叫做烏拉諾 烏拉諾這一款作品呢 我一開始聞到的時候 就覺得似曾相識 到底在哪裡聞過 然後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因為十支這樣子一起聞 我覺得說 其實他聞起來 第一直覺會覺得好像有點像赤香水 一樣有煙燻 一樣有木質調 但是他的表現並沒有 呃赤香水來的這麼濃 他相對來講比較淡一點點 不同的地方是他在裡面有加入苦橙啊 柑橘調 另外還有薰衣草 最後這兩支作品 格隆木和烏拉諾都不會是我的前幾名 我覺得 調香師想要打造這一系列這樣子 虛實之境 一共要六個作品 然後要貫穿整個故事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在最後烏拉諾這一支呢 他的壓軸 我覺得 比如說我剛剛說我覺得很像赤嘛 所以對我來說他某種程度已經脫離了 虛實之境的幻想 還有這種夢境的感覺 他反而比較回歸到 我所認識或是 我覺得的 Eso 應該長的樣子 所以這一支我個人是覺得 我沒有到 那麼那麼的喜歡 一樣是給三顆星 我給三顆星呢 就是他一樣是好文 他是一個好作品 只是以整體來講 或者是他要賦予他的意義上面呢 我就覺得說 嗯或許沒有這麼的match 好的終於介紹完了 Eso從護膚啊 保養品 頭髮 身體這些 在走入香水市場之後 他有成功的打造出 並培養出屬於自己的一群客人 但是香水市場實在是太大 然後競爭也非常非常的激烈 其他的品牌也有意識到說 原來Eso這樣子做香水 很棒 效果很好 所以可能也有很多人 開始打造這種木質調 草味的這種東西 越來越多這樣子的 的香氣出來 所以我也很期待Eso 在香水系列的產品線上面 未來還能呈現出 什麼樣不一樣的調性給大家 關於他的未來走向 我有偷偷打聽到一些 目前呢 嗯 確定的 這是確定的 2024年今年的9月2號 好不要講幾號 因為我 說不定會改 反正就是 2024的下半年 會有一款新的香水上市 那他 據說是一個清新綠色調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 拭目以待 那在 2025到 2026呢 應該還會有三款不一樣的香味上市 比較值得留意的地方呢 是接下來的香氣 不見得都是跟 剛剛講的 巴納貝調香師合作 他們可能也在尋求新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我還蠻期待的地方 最後最後來講一下我個人最推薦的 三款香水吧 我的排名 第三名呢 會是 赤香水跟霧香水 原本霧香水 我剛才說3.5顆星嗎 那是因為我覺得太多人有了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非常具代表性 而且是一個很經典很經典的味道 就是你噴了走在路上 一定會有人問你說 你是不是擦了一手的香水 就是那是一個很直觀的跟品牌的一個連結 所以他不能沒有入選 他很棒 再來呢就是赤 赤對我來講 一樣一樣就是三巨頭就是一個經典 然後他的味道是很歷久彌清的 重點是他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就是我在別的地方比較沒有聞過這樣子的特色 如果第三名他們兩個要PK的話 我應該會先選赤再選悟 再來是第二名 第二名我絕對會給克斯特卡斯 哈 他的味道真的真的真的太棒了 老話一句就是複雜又簡單 很有層次 就是感覺是一個保讀世書 但是又不會太愛炫耀的一個人 最後呢第一名 第一名 頒給 馬拉克斯 我知道我的第一名跟很多人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作為品牌的粉絲 馬拉克斯他身為第一款香水 他對我而言有一個特殊的一個 情感連結在 雖然那時候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不是第一隻就認識他 只是我覺得在當時 品牌還沒有真的想要走入香水市場的時候 他們就研發出了這個香味 然後這個香味就代表著 他們很最初對於 Eso這個牌子的香水應該長成什麼模樣 就是這個模樣 但是我必須持平的說就是 這個味道是我真的非常喜歡 就是我這個應該是第三款吧 很有趣的味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好的今天的Esof全系列香水解析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很喜歡香水的朋友 或者是對Esof有興趣的朋友 好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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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 ¿Van